修外加行的时候呢 常常思维几分钟就没得可想了 然后呢总是重复那么几个例子 而且呢都是课上 比如说这个上师们教的例子 总是这么几个例子 觉得特别的无聊 想想就睡着了该怎么办呢 这我们很多人也这么讲啊 这个就是我觉得太焦条太丝板了 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几句话以外呢 他自己不懂得去思考 就是除了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些几句话以外 自己就不懂得思考 其实是这些呢 就是一个他制了一个方向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 你就可以可以考虑更多的事情 比如说无常 讲无常的时候呢 那无常就有比如说 像大圆满的前行里面 有讲了七种不同的无常 那你比如说其中不同的无常当中啊 那你修某一个这个无常的时候呢 你先去思考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啊 这个思维的方式啊 先去考虑先去思维这个 然后呢啊 你就是就是在这个上面呢 可以延伸啊 很多比如说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啊 去找啊 类似的东西去思考 然后呢 你也去更多的比如说在历史上啊 发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题材 然后就是就发生在这个朋友身上的 你看到的 听到还有新闻里面听到的各种各样 就是这些类似的相同的这些无常啊 那你全部可以用来 用来去思考啊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呢 可能对自己的 可能影响就可能更深刻一些 有一些师兄啊 他们在修这个思外前行的时候啊 基本上参考书就是大圆满前行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参考书 可以让他们多一些丰富的这种案例 可以去思维呢 书很多的 但是呢书里面讲的都是差不多的 主要的这些呢 这些思考方式还不是书 书就是给我们指了方向啊 然后呢 书里面的这些你都可以思考 但是除了书以外 书本的这个内容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书本里面 这些讲的内容啊 天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上发生啊 生活中发生 那么这些你就可以去思考啊 这个如果你一思考这些 那就有成千上万个的 就是你可以去思考这些 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问这个问题是 因为就就是太这个死板啊 就自动的去就去思考一下佛经里面的 然后呢佛经里面的有些呢 也就是一个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些故事啊 那就是只是去想一想 这个就没有感觉啊 就主要这个原因 因为因为第一个呢 因为这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这个时代啊 然后呢更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啊 那就是一个很遥远 很有几千年前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呢这些事情这些 这些他这个佛经里面讲的有些呢 也是比较 比如像传说啊 故事啊 这样子的事情 那实际上就是只是想这个啊 没有想别的 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没有去思考的话 那就可能有点觉得有点啊 一个是不够不够思考啊 一个就是思考了也就是就刚才前面也提到 就没有太大的感觉感受啊 可能是这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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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